知识 勇气 还有成长的信念 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 但是玛丽玛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 多加了一种成分 化学物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 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 玛丽玛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 打击无趣 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有点兴奋吗 有点难过吗 有点想睡觉吗 有点闪闪吗 有点撞谎吗 飞碟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集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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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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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I see my time I see my style watch me rise in your place you can do that I've been in the sky as you got faith as I look gone out of it I'm like I see my time I see my time I see my style I see my time I see my style 稍微把空气给放走 就以为我是在东面 不需要私人骗 发给你真实该公平 Always been in the game 戴上了Wolf game 告诉我什么是剧行 决断向我家的后院 也许不写到 这边是坚重 flexi 总拼了命 flexi 离超流 少了少把我的红细 拖上人将最好同队 于是东西 帮你人下的都奉陪 美不得不不为 因为只千军已飞 把这些些我没提及 我流浪没卖 绕着我转 走顶着只能光昏 背不着原罪着帅 巨星明夜参加奥山俊卖 触破了界定 穿梭大光剑影 地位在变定 幻想掩盖上 很免贴 life's game 陷进了一波一波 你一个未来 光明的前阵 幻想要买足的力 一人二十四分 欢迎你继续回来 非得有一点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偶像 楼俊兽 嗨 大家好 我是马克 嗨 大家好 我是楼俊兽 发行的最新专辑了 然后之前是数位发行 那前一阵子呢 我们在queenstrike遇到的时候 你也是跟现场说 这个实体快了快了 再给我点时间 然后到今天我终于看到实体了 来了 终于来了 那因为之前 因为实体等于是里面有 之前有一些曝光过的单曲嘛 然后新歌是三首放在里面 可是 就是之前单曲可能听过 听过我比较没有那种感觉 有一种拿到专辑 从第一首放的时候 好像会比较进入那个状况 所以我重新就又播第一首就觉得 诶 难道这次专辑上很凶吗 就是不想要再 有点 有点清明是不是 诶 也没有啊 我还是很清明啊 就是平常清明太多 你知道吗 可是我发现你的歌迷 是不是有点喜欢被虐 要这样说吗 嗯 感觉是耶 没有啊 不是啦 我觉得我的歌迷 可能会比较习惯我是在于 就是 很多种曲风的状态 哦 就是很不一样 就是一直每次出的新人作品 都不太知道他到底要出什么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压力 因为我知道 可能唱情歌的比较有压力 有时候唱情歌唱歌就觉得 我真的想做一张我自己爽的 然后唱那一张出来之后 为什么大家不能接受我喜欢的音乐 就是反而会这种落差 因为我早就习惯这件事情 哈哈哈 没有就是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像 什么Colorful啊 Playlist 这些歌当然流量就会比较高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不是靠音乐赚钱啊 哈哈哈 等一下没有靠音乐吗 诶 其实 主要的收入不会是在于音乐啦 所以对我来说做音乐做专辑做作品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自我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做很我想要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说比较实在的 因为有Place Colorful这种 你要商演每个场合 反正唱这一首全场一定嗨 我只要有保一保底 对啊就是有功能性的歌 就是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功能性啊 所以不会再被所谓的流量点击大家回馈绑架 应该算是不会 那你之前开始释出单曲的时候 这张的雏形跟感觉就已经出现了吗 甚至专辑名称也已经定了吗 对因为去年4月在发行RICE这首单曲的时候 其实整张专辑RICE的概念已经就想好了 然后原本预计去年中就要发了 怎么会有这么天真的想法呢 4月那种 真的是太天真啦 也不是在音乐圈闯到一阵子的新手了 还会定下这么荒谬的时间啊 没有这个时间就是 毕竟我本身是我自己的老板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压力 但是人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没有人逼你的时候你就知道 所以4月那时候是第一首歌RICE 4月是第一首歌RICE 然后你目标是 等于是两个月内要做一张专辑耶 就其实那个时候半张专辑的歌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大概插个两三首歌还没有录完这样 然后也还 然后可能就会插一段verse还没写完这样 OK啊 然后就后来就开始忙到炸裂 就是开始又进主拍戏 然后又准备个人演唱会 然后还有团体的海外巡演等等的 然后就把自己整个掐死 然后生不出时间 那你到六月意识到 这张专辑没有前进的时候 你有想说我要直接延到什么时候吗 我就开始改口啊 你知道吗 原本就说年终年终 年底年底 然后变成快乐快乐 就我会努力这样子 就我在努力的路上 但是因为我如果没有看到介绍的话 我不知道你的2023原来盲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有点呼应你自己也觉得 有点跟第一张跟第二张 然后往上升 的确我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我觉得是耶 就是其实这张专辑的概念就是在写说 因为上一张专辑叫boarding 然后这张专辑就是有一种登机完之后慢慢起飞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时间就是起飞开始更多人认识我这段时间 发生的过程 然后发生事 然后这环境的影响 然后我的心态的改变 然后做成这样的专辑 那你的心态还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因为我觉得你前期如果潜伏那么久的人 好像是不是之后心态就会比较坚定跟稳定吗 我觉得应该说我心态上还是不停的在修正自己的想法跟观念 然后也让自己 你说对于做音乐吗 我觉得不管是做音乐还是面对人 还是面对这个越来越多人知道我的环境 对啊 然后当然就是有获得很多声量一定有好处嘛 赚到更多的钱更多的工作更多认识我 当然也会有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 就是因为人的情绪是 是一个比较出来的嘛 你开心过一阵子你一定会有一个很low的低潮 那不管是你今天多 就人没有永远都在开心的 不管你今天获得多大的成就 你一定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被打攻击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就是 这样专辑有像smile face这首歌 就一直在提醒自己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正向的状态 所以之前是会比较记忆 比如说大家对于你的音乐意见吗 还是会觉得你好像红了 你是否忘了自己的初衷 是不是有这样的批评 我觉得会耶 多少都会有啊 因为每个人都感觉都会 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框架别人去献别人 大家都会希望别人跟自己的价值观一样 那你自己现在比如说又觉得有点低潮当的时候 你会自己去听自己的smile face吗 你会用自己的歌鼓舞自己吗 会耶 因为其实像smile face这首歌 因为他的歌词内容就比较像是一个教自己要怎么快乐的即使本 所以我歌词里面就是会把我这段时间 然后可能在哪里得到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自己觉得有用的方式 比如说什么在低潮的时候不要去检讨自己啊 在身体累的时候不要检讨自己 就生理累的时候不要检讨自己 因为你会心理上会觉得自己更废 就像这种东西然后替你自己去睡觉 一些会好很多 或者是去看山看海啊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烦恼很渺小 真的看大自然会瞬间觉得 我到底在烦什么耶 只要离开都市 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好像那又怎么样呢 反正在这这么大世界谁在乎 我干嘛那么在乎 这种感觉 但我只能确定最近 要让罗俊兄从工作中的繁忙 得到一些救赎 就是他必须要去二刷沙丘 哈哈哈 好想要 我一刷完之后 好想二刷排不出时间 他现在排不出时间 而且他说二刷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去看看IMAX 对啊 二刷一定要看IMAX啊 我们现在同样都在听的大家 一定都是忙不过来的人 我们就只能听听smile face 来听听看 诶 我的歌要怎么播出来 你知道因为这样 专辑我现在最苦恼就是 我们都要努力的播干净版 有吧 有生干净版了吧 有的有的 放心放心 我们都要努力的 进入 I'll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Yeah E'll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我来为什么能做到我 我愿意乱越来越远 就行动证明我是谁是错之对 yeah 那是明义 说过的话的队神 yeah 自古的眼刻方案 可能还不能比 yeah 其实念过三十而已 看看成绩了 yeah looking at my past 曾经也不成绩了 Now 故事孤立了 多少人多少人也顾虑我 yeah 看我都在笑 他们觉得我很虚偎 Nah 我也要烦闹 也常常问疲位 Yeah 玩个角度看 该怎么结局就怎么办 I got bigger plans so give a damn about what I say Yeah look at the sky 天那么大烦恼的梦想 觉醒Jay the ride 不要问狗子 二天到尽过的赛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外界选中 泪风越远来越远 有心动证明我是谁是错之对 Yeah that's me 说过的话都退险 因为挑战数十全现新故事 外交着让梦视线谁能阻止我 I'm strong girl I'm strong girl Yeah I'm on my way I'm strong girl than ever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有多久没有 静下来环顾四周 别闭上的随便买算不算才不自由 获得了所有的成长被脉上感觉世界末日 提醒了自己高超过后都会有圣人模式 过去留在桌子顶多睡觉 take a break and let it out 睡累的时候就见到着自己总是最没了 被DCI without 拥有的在都太好比不上我几脚的少 Let go Yeah look at the sky 天那么大烦恼的梦想 绝对新绝的RIDE I'll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I'll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外交轩让泪我越越远来越远 有心动证明我是谁是错子对 Yeah that's me 说过的话的对象 也有没有挑战数十千线心故事 外绕着让梦实现谁能阻止我 I'm stronger I'm stronger Yeah I'm on my way I'm stronger than ever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刚刚有提到这一次的新专辑 就是有三首新歌嘛 Smell face跟其实最首播在电台狂主打是 Whatever 那还有一首新歌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Judas Judas这首歌算是我这张专业里面比较饒舌的作品 然后也一个久违的把自己比较饒舌歌手里面展现出来 开始来骂骂人啊 抒发一些负面情绪啊 所以那时候是也是在一个比较低潮 或者比较愤怒的状况下写出这首歌吗 其实也不是欸 就是一个 好啦 有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就是我觉得 呃 很多人都会一直希望别人不要变 或是不要 不要忘记初衷 你不能变 你一定要维持那最真自己 或是这什么样的 但是 就是说实话人怎么可能不变 你随着环境的不一样啊 随着你的成长 随着你周围的人事物的改变 然后你看的视野越来越宽广 你一定会想要变好啊 对啊 那个变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 对啊 所以Judas某一层面是在写说就是 对啊 我就是会变 我会不停的变 但是我变得更强更赞 对啊 嗯 这有什么 通常要这样讲的是他自己 他自己其实也会有所改变 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改变 有点双标吗 我觉得某层面是欸 对啊 而且这首歌就是在写那种 就是刚开始 可能你不是一个咖的时候 对你的状态也不是 也不是很respect 也不是很尊重的 然后你红了之后就开始说 哦 反正我们以前都一起了 你看你现在红了就了不起了 就大头正的那种 你是不是有面临到很多这样的状况 就是以前 明明同一群人 然后看你的眼神 以前跟现在差很多 我觉得多少我都会遇到欸 对啊 但是就是这样啊 就是 你是会礼貌性的回复吗 就维持一贯的状态 还是会觉得 有的人是会比较直接展现说 嗯 你 我会直接展现的 对啊 因为我看到那些状态 差异非常大的人 但我虽然说我心里面会知道说 这是 这是很常见的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但是我不会刻意的友好 哦 我不会跟你装说 我还是一个好像 对 我还是一个很 可以跟你打哈哈 然后让你 舒服 你觉得 对 让你觉得舒服的人 我觉得我会直接就是 超级就是做我自己 我们来听听 嗚呀 好看吗 莎秋 不得了 不得了 超好 他说为什么不约他 就是你们一起去看 然后你们一起来 我们刚刚应该一起过来 对啊 我也想二刷 但你知道美丽华大指的票 真难买 那个IMAX真难 你别说了 他已经看过一刷 他是想要二刷的人 真的哦 你一刷在哪看 我一刷在小的 一刷在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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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家就是很追求说 大的视觉要看美丽华 然后听觉可能要去什么 松人威秀什么之类的 但我觉得莎秋 是可以到三刷四刷 哎哟 我觉得啦 我自己是给他很高的评价 我想看那个要怎么讲 我自己是给他 杰币 我自己是给他 成了 多了一点钱的话 往上看着天都大 变了变得别人要听我说话 成了 看不住的新人歌 他们手指就等他 不了地 to level up it never stop 成了多了一点钱的话 往上看着天都大 变了变得别人要听我说话 成了 扛名主的新人歌 看不住的新人歌 金的新人歌 终对新人歌 So do this They call me Judas in the story 他们薪水像是玻璃 But I still sip Shopper in the money 斗浪自己世界中心 甚至没有时间 同情看着他们拥有 看不见的风景 I'm on boss You don't on me bitch 只是情绪了所有我 我持自卑 同样身为人 但不透明 Bitch 70万 他不公平 但不想我回去了 真理 才不听你命令 他能看你命令 Just chilling chilling This a fine group 在我心里 也谢谢你想造了万物 般的当日记 像时尚低到不同 不像为貌 Ready to vessel 其实你不太想似对手 像志愿回首 走开不要拉 发我胃口 谁笑到最后 Gonna be me I'm about shit Talking keep tripping I'm still with me Yeah I'm still with me I'm still with me Yeah I turn on love But I'm still Yeah I turn on love 多了一点钱的话 往事看的天都到 变了变的别人 也要听我说话 成了 Call me Judas You and God 他们守着周灯塔 But I need to live I'll be never stop 成了 多了一点钱的话 往事看着天都到 变了变的别人 也要听我说话 成了 Call me Judas You and God Call me Judas You and God Judas Judas 终于夭壮地 I told you I told you You want all the queens 都给你 不花喜好 只有公司 我来看 I used to look up to you guys 就把我当 Nobel Ials 当面说出来 Call me Judas Bill 出迈 But you ain't got mic 圆圆我 可是Mu who膀 Mu pie 为什么放松 讲话就可以叫麻麻的? Right 你說哪一首媽媽的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在學那個什麼貝色什麼姐妹會什麼 有一個教你就對了 嗯沒有啊 哈哈哈哈 有一個這樣講的話可以控制別人嗎 對對對 過來 哈哈哈哈 好恐怖喔 你很適合耶 真的有一種會 好像會吹話的感覺耶 就是他們好像說這個聲音叫什麼氣泡音 氣泡音 Vocal Fry 就我最近才發現就是原來是有人在注意 有在教這個東西 對 就是這樣講話 所以這個是練的出來的 這個其實是在聲帶做訓練的時候 幫助你做聲帶閉合 哦 就這個 對啊 你會想收到私訊說可以錄一句這個話給我嗎 就是我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哈哈哈哈 超奇怪的耶 然後很多人很著迷這個耶 聽了就輸馬真的 哈哈哈哈 還是這可以賣錢啊 哈哈哈哈 還是我開OnlyFans就賣這個 哦可以哦 是有機會的哦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付錢然後給我一句一段話 然後我就用那個聲音講 先在thread上面問問好了 先試試水溫 對啊 一人四十四分 歡迎繼續回來飛臉有一點 我是瑪莉 我是瑪克 今天現場為大家邀請到了樓俊碩同學 SHOW ME THE MONEY 我是柔俊碩 但他的最新專輯 所以 2023這麼忙 2024你依舊是會變得更強 然後形成還是這麼滿嗎 對啊 沒有 我覺得今年應該稍微會鬆一點 因為其實去年 做蠻多作品的 然後今年是希望 就是這些作品可以慢慢的釋出 然後開始回收一些花掉的錢啊 哈哈哈哈 這樣專輯花了不少錢啊 哈哈哈哈 所以老闆自己有幫自己訂一個 當初覺得說我只能花多少來做 完全沒有 蛤 我真的沒在管預算了 因為做作品就是 就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不能省啊 那你需要有一個人幫你省啊 我覺得不能到無上限耶 那無上限會一直噴啊不是嗎 你要做MV你要做音樂 我都可以一直開給你很高規格的 就一直噴出去啊 就是有一種 就是一直在相信自己這些 應該都可以回收 OK 但是我就覺得 就是 就是投資嘛 然後 然後又一另一方面覺得這些事情不做 然後如果沒有花到那個錢 我就覺得很有遺憾 不要有遺憾 對不要有遺憾 我一直都覺得就是 就是錢再賺就好了 但是那些 經歷跟發生的事情是不能錯過的 也是 畢竟他曾經一無所有 他沒有 沒有什麼好怕的嘛 大不了就是 大不了就是 就是 對啊 就歸零還能怎麼樣呢 對啊 就歸零啊 然後再再重賺 歸零我還可以再寫一張專輯是歸零的這樣子 對 然後再賺啊 對啊 大不了 這不紅在賣肉啊 哈哈哈 或是叫交反盤出去賺錢 哈哈哈 賺錢買給我啊 對啊 哈哈哈 對啊 大不了在靠他嘛 哈哈哈 這個事實在是很公平啊 是啊 哈哈哈 所以 呃去年四月做的第一首歌你覺得 呃去年說年終就要做一張專輯 那你今年也會再生一張嗎 你覺得 我絕對不要再就是給予這種承諾 哈哈哈 不要力反 我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先努力的宣傳讓大家知道 對先讓大家宣傳然後讓大家知道 但是現在就只能說我現在還是有持續在做新的創作 然後然後只要有空就會去小朋友在那邊錄音 嗯 那這個周 是這個周末就可以見到你是不是 對這個周末3月17號禮拜天的下午1點在台北 戰前星光三月廣場會有我的簽唱會 然後 呃這一次是台灣簽唱會的最後一場了 然後已經在台中高雄了然後現在在台北辦最後一場簽唱會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然後我一定會簽好簽滿然後跟大家聊天 戰前的星光應該會擠爆吧那個小廣場容得來這個大佛嗎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因為主要這一次已經分了三場嘛 然後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附近 城市居住的地方的附近可以看到我 然後台北的話我其實不強求很多人啊 但是就是 每一雙來每一雙每一個來的人的每一個眼睛跟每一個手都要好好的握到 欸不會握到手 但是每一個眼睛都會對視 而且我其實我每一個人都會跟他們聊天 就是他們準備好他們要上來跟我講什麼 我絕對都會跟他們聊 那我有預感這會是一場很長的前場會會不會 呃還行 之前前兩次大概也才三四個小時吧 對啊還行還算OK 好的那今天Smile Fest Judas都講過了 那來講講我們很常聽到 我們很常聽到可是沒有聽你介紹過的What ever 呃 whatever這首歌呢就是它是一首pop punk的歌嘛 然後做這首歌其實是 其實我兩年前就已經有這首歌的副歌的想法了 然後一直到去年才把它做出來是因為 我覺得去年才就做這張專輯的時候才是時候可以把我一個比較搖滾的東西放回來 就是因為我剛開始玩音樂是從樂團出身嘛 然後我也當過主唱也當過吉他手也當過貝子手 然後一直就有一個團魂在 樂團魂 然後一直到這張專輯我會覺得 就剛剛我講的就是我覺得好像完全主業不是靠音樂在賺錢 支撐我的生活 收入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好像可以做一些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不管大家喜不喜歡 whatever 對whatever 大概就是什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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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whatever you want whatever you want be to be 我擔心在一套 我兒子就忘了呼吸 改變的整個宇宙 也達不到你的完美 你比我还处理中 都是一口气都算反归 What you want的我身上都没有 要改变这结果不想拿着心去胃口 我守候你的威胁 守候你冷战的催泪 负能量不断堆叠 忘记自己是谁最危险 最危险 我的世界 被毁灭 Whatever you want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be 我的心在长鞋 忘了自己忘了呼吸 Whatever you want 与无关 我不想再管你 Whatever Whatever 抱歉了没有以后 都失去我才懂才会 要断就看见利落 启示了说当我三岁 做颗粒因我如超学 放说你当做是告别 随便你跟着别抱怨 删掉所有照片 I don't fucking 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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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Whatever you want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be 我的心在长鞋 我的心在长鞋 我让自己忘了呼吸 Whatever you want 与无关 我不想再管你闭心在玻璃 也是 我不想再看 拜另一位 What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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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很好笑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代表就是現代的人太多可以吸引你目光的東西了 主要就是手機啦 對就是手機 然後你想要放鬆你想要追劇 你想要看那些不用用腦的 所以我們都會很想看書 我們逛書店也會很快樂 可是你買這本書 就是以前小時候是可以熬夜 把你愛看的東西全部看完 不想停下來 對然後現在是 現在就是在逼自己 對 我真的是 這要怎麼講 以前就是去書店買書超開心 回家看完書 看書的時候超開心 然後日以繼夜 然後看完整本書之後 然後再去買很開心 現在就是買完書很開心 放著 就不會看了 再買書很開心放著 都是買心安的啊 買心安的啊 所以真正文字的閱讀 對於寫詞來說 還是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超級有幫助 就是 我最近又開始想要 逼自己培養看書的習慣 因為我以前超級愛看書 我以前是 就我書架上的小說是超級多 然後我很喜歡去 紀錄我看完每一本書之後 我看了幾頁 然後去做筆記 就是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成就感 我看了很多本書 然後看了很多頁這樣子 然後自己也很沉浸在那個故事裡面 所以以前看了很多書 所以我其實現在有時候回去看 我以前寫的歌 然後覺得 哇我以前寫詞怎麼那麼有創意啊 創意滿滿 怎麼那麼有想法啊 怎麼那麼會比喻啊 現在怎麼就一切我想你你愛我的啊 然後想再講更深的 欸我可以用什麼詞呢這樣 對啊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 哇我詞會這樣就看越來越少 對啊所以 維基維基 但現在你在做詞的時候你會運用 因為現在 雖然科技不好 可是科技有好的地方啊 譬如說運腳幫手 然後或者寫詞的聯想同義詞 反義詞你會用這些東西嗎 欸其實我最近 覺得要開始研究用AI欸 因為 因為 哇我前幾天看到 一個YouTube影片 然後他就介紹 AI寫歌軟體 哇瘋掉欸 對啊我直接大叔特殊欸 不用幹了啊 你幹嘛還要寫呢 算了吧 哈哈哈哈 所以有沒有可能下一張會挑戰 試試看用這個做 會不會有人發現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會介意 直接跟大家說 嗯 就是這有靠AI 東西幫助 因為 因為其實有時候 他只是一個幫助你的軟體 沒錯 就像是現在其實你做音樂 就編曲軟體也是 編曲軟體也是 現在很多電腦編曲 然後像這樣專輯 其實大部分都是電腦編曲 但是 你放到10年前 可能可能可能 可能20年前 應該也不會有音樂家跳出來說 你這鋼琴不是用鋼琴彈的 欸真的會啊 但是他可能就留在那個年代了 對對對 對對對 他就沒辦法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勢必得要跟著這時代的 潢流 然後跟著這些 新的 新的知識 新的設備 去增進自己的能力 對啊 得要讓他們變成工具 而不是被他們取代 對啊 一人無四分 到了最後一首歌的時間了 Just Break Up 也來請 我們最初來介紹一下吧 這首歌就是跟我一個香港的好兄弟 Tyson Yoshi一起做的歌 然後 我們兩個都是 就是 很相像的一個人 然後 然後都是 自己是老闆嘛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音樂上 還是在 個人 藝人的經營上面 都很多的相似之處 這樣子 就連我們兩人的第一首 紅的歌 都是寫給自己的另外一半 所以其實我們在創作上 然後聊天什麼都還滿 就是 滿相近的 然後我們就很喜歡 互相的交流意見 想法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起做這首歌 好的 如果你還沒有聽過這張專輯的話 各大串流平台都已經上了 當然這週末呢 在台北的星光三月 戰前星光三月 想跟大家見面的話 想跟大家眼神交流 想要朗讀情詩給他 都歡迎到現場去 可以可以 共享盛舉 今天謝謝樓俊帥 謝謝 謝謝 謝謝